昏暗的胡同内 刘华强带着手下和两把猎枪 准备做掉这开跑车的光头 为兄弟报仇 车开进胡同 刘华强是一兄弟 可光头却往里面走了 为不禁动猎物 刘华强继续埋伏 突然胡同又驶入一辆皮卡 突然出现的路人 把刘华强吓了一跳 路人还不知道自己在跟谁设话 擦肩而过的时候 还看了一眼刘华强 刘华强整理心情 继续蹲上 吴天终于出来了 刘华强迫不期待 客人竟从另一条路走了 强哥 挑往南走 超过的 金宝猛踩油门 直接拦在了吴天前面 然后二话不说 提着猎枪就下来了 还不等吴天反应 枪已经直上了脑门 腾鹏风三枪 全部打在要害上 吴天当场死亡 金宝和大鹏 弹剑地回到车上 驱车离开 一旁开想卖过的夫妻 被强生吸引 一看差点没被吓死 赶紧报警 刘华强本来要去处理车辆 可刚才陆同的表现 让他很不爽 回头一看 那货现在还在后面 瑟瑟发抖 刘华强改变了主意 他让金宝和大鹏 去处理车辆 自己则拉着陆同 重新打了辆出租 陆同还不知道 自己正在去往阴检的路上 与此同时 警察已经接到报案 赶到了线上 事关案局的副局长 徐国庆也来了 他十分愤怒 省人大政协开会期间 竟然有人公然开枪杀人 还在离会议厅 不到一公里 的地方 这简直太嚣张了 我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徐国庆扫了一眼死者情况 根据死者身上 准确无误的致命伤 隔他二十多年的 工作经验判断 作案的这伙人 应该不简单 枪管都是改装过的 特意剧短的 徐国庆迅速 向恒州附近的各县区 和高速公路管理局 发出通告 拦截之后 为GC09117的 白色泥桑车 同时向多个省市 发出协查通报 警察已经开始 大规模调查 刘华强为了不暴露行踪 打算把一些绊脚石 处理掉 刘华强找了个地方 把尸体埋了 然后一脸轻松的 回到住处 情人梅泽 正在卧室床上等他 路同吗 路同想家了 我给他拿了一万块钱 让他回去 回家做点小买买 不适合跟着我 没子知道 强子这是在骗自己 他知道强子是个什么人 他爱强子 但这种斤斤胆战的日子 让他感到害怕 刘华强连忙安慰女人 承诺等事一办完 立马就走 金宝和大鹏处理完车 也赶了回来 他们现在要去医院 看望强哥的弟弟刘华文 但金宝一直信不在焉 路同的死给了他很大冲击 他不明白为什么要下死者 明明路同也挺忠心的 强哥一把揽过他 告诉你一个道理 金宝 他要是不死 我们就得死 到地方了 金宝看着强哥的背影 正正的出神 金宝 强哥是为了我们好 我知道 第一个目标解决完 刘华强输出好东西 准备从这里搬走 可醒来发现 自己的女人不见了 金宝 哎哎哎 刘华强 干杯了 他说心里闷的 我出去走走 刘华强担心极了 他生怕梅子会去什么事 赶紧让金宝去找 梅子正在用公共电话亭 给姐姐李莉打电话 侄女过生日了 他想说成生日快乐 可就这么一句话 暴露了自己和刘华强的行踪 你是不是和他在一起 我敢肯定是刘华强弄死了 你别说了 你说什么我都不信 看梅子安全回来 刘华强终于送了一口气 他问梅子刚才去哪了 在马路上转 我问你了吗 刘华强突然发火 让梅子吓了一跳 他憋了憋嘴 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刘华强意识到 语气中了连忙二位 马上要杀风标了 可金宝的状态始终不对 刘华强知道 金宝还在为路瞳的死耿耿于怀 金宝 你跟路瞳不一样 有什么事尽管说 哥全答应 强哥 刘华强非常了解自己的兄弟 金宝是穷人家的孩子 父亲生了重病 他一直惦记父亲的病情 出于下道 他应该回去看望服侍在床 可出于道义 他应该留下来帮强哥 华强明白兄弟的难处 有了强哥这句话 金宝心中的石头终于裸地 这下就算让他上刀山 下火海 他也在所不辞 但警方已经被惊动 接下来会越来越困难 警方正在抓捕一个 比刘华强海牛叉的人物 他就是恒州最大黑社会团伙的头目 赵小军 警察早就盯上了赵小军 这次为了抓他 直接出动了武警和特警 赵小军也没想到 徐局长过来视察工作 等看到现场的情况 不高兴了 这么做全是为了不惊动领导 徐国庆本来以为 赵小军是恒州最大的毒瘤 没想如今又冒出个刘华强 虽然他目前还不知道刘华强这号人 但光看作案手法 就知道不是个一般人 为了调查杀害吴天的真凶 徐国庆叫上全市警察 连夜召开案情分析会 从案发现场和吴天的背景分析来看 罪犯应该是有备而来 他们不仅开着车 还准备了猎枪 徐国庆判断 这很有可能是报复性杀人 因为吴天交际广 女人多 社会背景极其复杂 所以还不能锁定目标 为了弄清楚到底是情杀 还是商业仇杀 徐国庆准备从五个方面入手调查 第一 调查所有和吴天有过来往的女人 第二 调查吴天这几年做生意 有没有跟谁结下院筹 第三 查找那辆白色尼桑面包车 第四 调查近几年贺州市的枪案 看有没有能和这次枪案的枪对上号的 如果有 就可以并案侦查 最后就是寻找目击者 汇至罪犯画像 徐国庆刚一上纲 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简直是在打他的脸 为了给上面一个交代 他不惜调动所有警力来调查此案 并下令无论如何 都要在起义之前把案子拿下来 社会上不是刘川说 我们公安局破不了答案吗 这次我就要给他们看看 我们在座的这些人 是不是吃干饭的 我已经给市政法委立下了军警状 起义之前破不了此案 我徐国庆就地辞职 当警察还在为这个案子奔波忙碌的时候 刘华强已经盯上了下一个目标 刘华强的心理是真的强大 和警察面对面竟然丝毫不慌 师傅 小警察还不知道 这小眼睛男人的可怕之处 开心地聊着足球 刘华强全程微笑硬核 直到警察发动 警报和大鹏才送了一口气 刚才真是太惊险了 可刘华强还是脸不红心不跳 又买了份晨报 复仇行动继续 三人打车去风标小区 可没想遇上个射牛司机 一路上嘴就没停 正说着一辆警车过去了 三人不由得心中一紧 刘华强知道 这种话做的人最容易出事 于是让司机停车 司机还没反应过来 司机被大鹏吓到了 还是乖乖靠边停车 等人一走又忍不住吐槽 三人换了辆车 来到风标小区 本来今晚就要动手 结果一个突发情况 强哥的弟弟华文 大猪血病危了 强哥晃了神 弟弟可千万不能有事 于是给金宝和大鹏交代 让他们在这踩点 自己则赶过去看弟弟 刘华强把枪放回屋 拿了钱就要走 李梅不乐意了 刘华强不能把实话说出来 一旦出事 那梅子很有可能会成为共犯 看着女人担心的样子 刘华强还是带他去了 路上一辆警车从旁边经过 两人不由得心中一紧 梅子更是使劲掐着刘华强的手 弄得上面全是指甲印 刘华强笑了笑 他觉得这女人十分可爱 一到医院 刘华强迫不及待的去看兄弟 可被医生拦了下来 要明确身份才能进去 刘华强万分无奈 只能表示自己是伤者的朋友 看着弟弟虚弱的样子 刘华强忍不住的心动 眼泪也涌了出来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为弟弟报仇 刘华强说出自己的复仇决心 但有一个女人始终在阻止他 自从知道吴天是被刘华强杀死的 李莉就止不住的担心 他担心刘华强会再次杀人 更担心刘华强被抓后 会牵连到自己的妹妹李莉 思考良久后决定 还是帮刘华强逃脱警方追捕 他买了一部新手机 拿了三万块 托刘华强前妻转交过去 刘华强还纳闷 李莉怎么知道自己回来 扭头一看李莉 心里全明白了 但又不好发活 只能把东西截下 但他只拿了手机 然后又逃出一摊钱 听到这一句话 刘华强心里十分愧疚 他觉得自己不是个称职的爸爸 快速整理了一下事情后承诺 生日那天一定会给女儿庆生 分标的地址 以及出入规律已经摸清 刘华强交代金宝 晚上再弄一个车牌回来 就可以动手了 屋里气氛有些压抑 这是手机响了 不用响都是李莉打来的 刘华强不想接 可刚按掉 手机就又打了过来 还一脸打了三个 刘华强没辙 他倒要看看 这女人能说出什么话来 我知道五条是你做的 我也知道你还想干什么 但是我想提醒你 强哥最不爱听这个 他把手机往抽屉一扔 继续下面的计划 金宝和大鹏已经把车牌搞定了 为了不引起怀疑 还专门找了个远点的地方偷 但警方还是怀疑到了他们身上 根据现人提供的线索 警察已经查出刘华强 周国权都跟吴天有过矛盾 刚开始他们还在讲会不会是情杀 但经过调查发现 吴天把妹很有一套 可以说人从花中过 片叶不沾身 所以几乎可以排除情杀 现在就剩刘华强和周国权了 因为刘华强暗地不中 警察准备先调查周国权 青龙黑衣社会部 墨金金链子谁敢挡路 混混看见警察不仅不跑 还赢了上去 看警察进去了 周国权撒腿就留 没想被外面的警察逮开 两警察这才一知道 刚才被骗了 连忙冲出去一起追捕 别看这会年纪的 跑起步来还真有劲 警察足足追了几公里 才将他抓住 但周国权就是个滚刀肉 面对警方的审讯是一点不配合 光嚷嚷着自己没罪 是清白的 还要抽烟 警察都无语了 只要你老老实实说问题 抽烟没有问题 你不抽烟我怎么说呀 我懂法 明天到这个时候 你们就得把我放出去 否则非法拘禁 好家伙 还真是个老油条 刑警队长没车了 准备请徐副局长亲自出马 徐国权一个眼神 周国权瞬间软了 看周国权开始松口 徐局让人给他一支烟 周国权猛吸一口 开始叙述自己和吴天的恩怨往事 他俩这仇 还是因为刘花强接线的 当年吴天看游戏厅 和刘花强照着的场子有了摩擦 需要赔款20万 但吴天只想给5万 于是就找了周国权这个中间人 周国权当时刚劳改出来 也没啥正经工作 看这就是个动动嘴皮子的事 便答应了 手机不错呀 我也一直想弄个这玩意儿 事成之后 我一定送周国一手机 成吗 都不好意思的 找我有事 强哥 是这样 你认识不听吗 认识 我想求一件事 说了 你可别骂我 强哥都听笑了 能是个啥事啊 就让男人畅所欲言 男人不遮不言开门见山 他是给吴天来当说客的 吴天现在手头请 还不起那20万 想让强哥放他一马 周国权边说边观察 强哥脸色 强哥的脸色阴晴不定 半天不说话 就在周国权 以为没戏唱的时候 强哥开口了 周国权高兴坏了 强哥这么做 也有他的理由 以后要是遇上啥事 周国权也能帮上忙 毕竟多个朋友多条路 饭局开始了 吴天为了表示诚意 专门整了个豪华大伯尖 白酒也是一口门 还一嘴一个强哥的笑 最后掏出个红艳艳的存折 这呢是七万块钱 密码是今天的月份日子 谢谢强哥啊 郭权出面了 我花钱又不能太不给面了 吴天一听 赶紧给周国权敬酒 周国权脸上风光了 接着又给强哥敬酒 强哥就是爽快 头一痒 直接干 这事算是了了 周国权看强哥要走 赶紧跟下去送锁 没想一出来 就听见胡大海吐槽 胡大海说话就是太直 还是强哥会出事 他感谢了周国权 周国权乐得屁点屁点 一上去就跟吴天炫耀 哈哈兄弟全拿下一扫光 虽然有些嘚瑟 但这件事办的确实漂亮 吴天也遵守承诺 送了周国权一部新手机 哎呦 兄弟 这可不好意思啦 喂 周国权 谢谢 周国权回忆到这就结束了 后面刘花强跟吴天的恩怨 他是一概不知 他还告诉徐国权 自己和吴天也没什么恩怨 徐国权可不信 据他了解 这俩人还发生过不小的矛盾 不然周国权怎么可能放话 要做掉吴天 周国权看瞒不过 只能如实交代 吴天的话说的一点不留情面 周国权都听呆了 但他也不是好欺负的 我还真把你当成吉时于宋江 周国权是什么意思啊 事过了一个月 你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什么事啊 看来吴天是不打算提那件事了 周国权就主动说了出来 没想等收完 吴天还是那态度 我吴天不是印钞票 更不是开银行的 你说上次那事 早就已经翻了片了 说着还把两万块收了回去 周国权这下算彻底看清了 他确实想要钱 但他更要尊严 骂了两句就走了 没想吴天做得更绝 周国权正舒服的整着桑拿 突然一群混混闯了进来 还拿着刀 长发男二话没说 就往周国权胳膊上 挖了个血道子 周国权这算是明白了 肯定是吴天告他鬼 他非常不服气 但吴天的死跟他真没关系 毕竟一没事二没钱 谁也不敢惹 最多说两句横话过过嘴瘾 而且案发当天 他去找了小姐 又不在场证明 审讯完毕 徐国权觉得周国权不是凶手 因为他眼中没有杀气 强暗再次陷入僵局 经过深入调查 徐国权把目光描向了刘花强和风彪 他始终觉得吴天的死 和团伙仇杀有关 但这俩人谁是凶手就不确定了 于是决定爽管齐下 但一查发现 风彪三年前就和家里断绝了关系 早就不在家处了 刘花强也在几个月前搬走了 警方又抓来风彪小弟 小弟们横讲一气 刚开始都不说 但在警方的高强度审讯下 终于交代 风彪现在和一个叫李东的女人住在一起 地址就在光华小区 与此同时 刘花强也帅小弟去了那里 根据之前蹲点的情况看 仇人和他的老婆住在一起 但这丝毫不影响强哥拔道的速度 敢欺负我兄弟 就连你老婆一起上 车子停好后 金宝和大鹏拿着枪下车 两人三步并两步 很快就上到了四楼 就在这时 刘花强发现 有一辆车突然驶了进来 车灯打在脸上 他连忙低下头躲藏 紧接着 又有两辆车开了进来 其中一辆还是警车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这么大阵仗 难不成是抓他们的 刘花强不由得一阵心慌 就算跟他们无关 一旦金宝他们开枪 就一定会被发现 到时候可就完了 正当刘花强想着 该怎么通知手下的时候 金宝和大鹏 已经到了风彪家门口 真是火箭鬼了 门怎么不一样了 明明之前蹲点的时候 还是防盗门 现在咋变成木门了 走上来的时候 不管那么多了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金宝敲了敲门 可半天了也没见人回应 金宝可没这耐心 直接从大鹏怀里 逃出万能钥匙 把门撬开 等一进去 俩人傻眼了 屋里竟然是空的 大鹏去卧室查看 也是一样 外面徐国庆忽然转身 刘花强赶紧躺平 躲在椅子上 拿出枪叙事待发 真是太惊险了 差点就被发现 居国庆看着 那辆白色的面包车 底溜敢告诉他 有人在那里 这兄弟俩不知道 其实他们走错了楼 风彪在的是假三号楼 他们来的这是三号楼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反而救了他们一命 因为警察已经来到了三号楼 真正的风彪家 为了不禁忍目标 警察伴坐查户口的 风彪没在家 只有女人一个 女人仿佛察觉到了什么 故意在帮风彪掩护 他告诉警察 自己早就离婚了 现在是一个人住 但女警在卫生间 发现了男人的提取道 摆明了女人是在撒谎 金宝他们还不知道走错了 还在查找踪迹 他发现了个 搬家公司的数据单 根据这个 就可以查到 这货人搬去了哪里 这只刘华强最危险的一次 虽然什么都看不见 但刚才的一瞬间 确实有啥气袭来 徐局扫了扫着围 全部静悄悄的 车里 刘华强握紧了手枪 胸口不停上下起伏 差点就跟警察对上眼 他等了半晌 只等听见车门关闭后 才从车座上起来 这时金宝他们从楼上下来 刚出楼道 就来了个几刹车 完蛋 院里怎么这么多警察 强哥也目不转睛的盯着他们 生怕会出什么疲漏 警车终于走了 可还有两个警察 在这里盯哨 遮阳下去可不是办法 金宝给大鹏示意 同另一边绕道过去 俩人终于跟强哥会合 金宝 把大灯打开 开灯 金宝虽然不理解 但还是照做 三人就这么大摇大摆的 从警察眼皮子底下出去了 刚才去冯彪家 屋里并没有人 但从地上 发现了一个搬家公司的收据 刘华翔拨通搬家公司的电话 我们想搬家 想请你们公司 请问你们公司地址在什么地方 安华路54号 现在都近 强哥人横话不多 他才不跟你多卑鄙 一要到地址 就立刻赶到了地方 经过查找 他发现冯彪去了靖府小区 马上又能复仇了 强哥脸上露出兴奋的微笑 金宝和大鹏拿上猎枪 装成小学屋页 楼下反映 你们家厕所好像漏水 我们来检查一下 行你等一下啊 女人做梦都不会想到 打开的这扇门 是通往地府的 金宝捂住女人的嘴 让他不能发出声音 大鹏直接闯入卧室 不对男人取来 一枪 两枪 直接让男人干掉 金宝则一枪 打中女人胸口 第二个仇人成功解决 刘华翔再次买了一束花 来到医院看望弟弟 他哪知道 刚才杀的人 其实不是冯彪两口子 那俩夫妻是卖盗版光碟的 刘华翔回到住处 正想跟梅子聊聊天 梅子一牛脸转过去了 强哥蹦不住了 你怎么了 没事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们知不知道的出去 好 就在刚刚刘华翔得知 女人竟趁自己不在 去见了他的姐姐 还被一路跟到住处 暴露了行踪 强哥这没关系跟他 我大朋友你说 知道 知道为什么不告诉 哥 我以为是你打电话 找嫂子出去有事 强哥没脾气了 现在最要紧的是 快点更换住的地方 不然很可能会被发现 但在这之前 他需要缓冲一下 冲动的心情 李梅看因为自己 让金宝他们受牵领 觉得十分愧疚 但强哥没空听他解释 他出去吩咐小弟 立刻连夜收拾东西搬家 为了不给警察留证据 他要求把所有的烟头 清理干净 包括围伤间 床 屋里的所有角落 都要用吸尘器 多吸几遍 不能留下一根毫发 隐定自信 除此之外 他还让金宝和大鹏 去把车牌换了 这样就万无一失 这边警方才刚刚见的报案 因为这是管辖区内 第二起抢案 所以徐国庆十分重视 也一并来到了现场 让他没想到的是 从作案手法 到死者伤口等线索来看 这跟吴天那起抢案 是一个凶手 他让属下把子弹 拿回去调查 如果子弹型号一致 那就可以并案侦查 男人身中两枪 当场死亡 女人胸口中了一枪 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但因为伤得太重 女人马上就要不行了 那他有话要说 快点跟我来 女警使劲靠近 伤者的嘴巴 可半天也没听见 女人说啥 幸好还有这人 是死者的邻居 当时他看球赛 看到睡着 忽然被强声惊醒 扒到窗口看了一眼 发现一高一挨 两个人跑了出去 这个小区的保安 就一点察觉都没有吗 这的确是个问题 警员告诉徐局 这个小区的开发商 是原来这儿 存植出书记的儿子 保安也是书记的亲戚 所以经常善离职守 案发当晚 他们正好聚在一起搓麻将 好在有一个 上晚办的护士 看到了车牌 因为差点被车撞到 他就专门回头看了一眼 不过具体内容记不清了 只能记得前面是 静Z-21 虽然调查难度有些大 但徐国庆 还是给全市警察 发布了命令 必须查出 那辆白色的 急伤面包车 弹壳的鉴定结果也出来了 和428枪案一模一样 可以肯定 这两体枪案 是相同的一伙人所为 我认为可以并案侦查 查找犯罪车辆的通知 瞎发到了各市区 一个局委会大意告诉民警 他们院里正好有一辆 白色尼桑面包车 可民警过去一看 立马否定了 因为这个民警的失职 使得这辆车在半个多月后 才被警方发现 几天后 徐国庆得知通知 死了的那对夫妻 是从光华小区搬走的 就在3号楼 他猛然想起一件事 那个理工住条了 假3号楼 徐国庆有了个大胆的猜测 凶手的真正目标 不是那对夫妻 而是冯彪 而且案发那晚 他们就在那个小区 他还和凶手擦肩而过 徐国庆立刻赶到 划关小区 负责侦查的民警告诉他 这假3号楼 实际上是4号楼 这两年做生意的人多 害怕顾客忌讳不好卖 就把4号楼改成了假3号楼 看来现在想知道真相 就必须去找李东 可赶到门店一看 人已经走了 他们又连忙去火车站接人 经过一番查找 正好抓到正在潜逃的李东 开始李东 还不愿意交代 可一看虚取 那压迫力十足的眼神 就不行了 与此同时 刘花祥接到了韩岳平的电话 韩岳平告诉他 之前给他那封标的地址是错的 封标现在人已经跑了 强哥杀人的心都有了 看来强哥的复仇计划 还要继续 红标气的就给司机一顿揍 突然从旁边看来辆车 窗口内伸出一只猎枪 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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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哥的大定中了一枪 疼得嗷嗷直叫 可他竟然连枪手长啥样都没看清 幸好有个小弟看见了 这天还恰巧碰上 抬眼一看 正是刘花强探 想想封哥手上的定 再看看肖战的枪手 高二林当即就要报仇 一旁的人把他拦了下来 对方人多咱们人少 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高二林只能满眼忧远地盯着 眼看丑人就要走 终于封哥出来了 封哥 刚才我快点开枪打一堵 哪了 那 打车刚走 走走走走 封标怒气直拉满 拉起小弟抄起家伙 打地追了上去 此车不报 他势不为彪 再快点再快点 肯定是这车啊 他扭转了 经过一路尾随 目标车辆在一个巷子里停了下来 终于可以报仇了 可封标刚下去 就被小弟拦住 往前一看 车上下来的竟是一对老夫妻 怎么搞的 这次他们才知道 开枪的是刘花强的手下 韩岳平和胡大海 此时的封标 尚未被磨平置起 为了报仇 他足足追了刘花强半个月 但后面的一次是 让他彻底怕了刘花强 所以一听说 吴天死的消息 立刻从被窝爬起来开溜 同时高二林告诉警察 杀吴天的凶手 可以确定就是刘花强 一听刘花强回来了 兔头瞬间吓傻 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害怕 因为砍花强弟弟的就是他 自从上一次刘花强被侮辱 封标就按下决心 一定要报此仇 正好听说刘花强去了广州 他又受人之托报复花强 于是就趁机会 带着小弟去赌刘花强 一直等到晚上十点 刘花强终于出来 还是一个人 封标吸完最后一口烟 招呼小弟冲了上去 五个人拿着西瓜刀 咔咔就是一顿砍 一人八刀 一共四只刀砍的刘花强 当场大出血 刘花强最看重的就是兄弟 听说消息后 直接从广州飙回河北 开始了复仇之路 第一个就是吴天 吴天的事我们后面再讲 第二个就是封标 封标听说吴天被杀 一鼓勒从床上爬起 出什么事 封标也没心思睡觉了 迅速穿好衣服 收拾行李 拨通小弟电话 小林子 你马上到我这儿了 趁小弟没来 封标又去洗厨间 把自己东西全收拾了 包括洗发膏 然后交代女人扔掉 别跟别人说 跟我住在一起 记住 别跟别人提我的名字 你去哪儿 闭嘴 该你问事你少问 封标要离开横州一段时间 这期间最能保命的 就是这把盆子 但这玩意儿上不了火车 所以需要人帮忙运走 为了不被检查人员发现 他把东西藏在了行李最下面 得亏当时没按键 不然就算跌十层 也能给你拔出来 小林子终于来了 封标把带枪的包裹递过去 你最近先不要跟我联系 有事儿 我打个电话给你 为以防万一 封标转门趴在窗台上 目送小弟离开 看人走了 才匆匆拿了钱离去 听完这些 警察彻底确认 最近接二连三的枪击案 就是刘花强一行所为 但之前去过刘花强的住所 人早已不在那里 于是他们又去刘花强的前驱驾 但啥也没搜到 他们又抓来韩岳平的表情白小超 开始白小超还只字不提 可等毒瘾一上来 立刻招架不住了 把韩岳平和胡大海 全部供了出来 为躲避警察 刘花强潜伏在城郊的一间小房 除了兄弟和女人 还带上了他的碍鱼 正开心着 忽然一个坏消息传来 白小超被抓了 强哥立刻猜到 肯定是警方摸到了冯彪那条线 因为抢击冯彪时 白小超就在线上 他让韩岳平赶紧躲起来 越远越猢 因为白小超很可能会供出他们 等一交代完 刘花强立刻扔掉电话卡 除了白小超 警方还盯上了强哥的贤妻 汪素娟 因为强哥交代过 联系他时不能用家里电话 于是汪素娟来到了公用电话亭 他通知强哥 稍微警察来家里了 强哥微微一笑 终于还是到了这一步 幸亏他早已安排 强哥告诉贤妻 必须要保证弟弟的安全 短时间内不要再去医院 强哥还是有先见证明 在他们通话的同时 警察就在一旁观察 等汪素娟一走 女警立马赶了过去 可电话已经拨不通了 因为刘花强又真掉了电话卡 但担心的事还是来了 白小超独隐一犯 立刻供出了韩岳平和胡大海 包括韩岳平经营的拖运站 也说了出来 警察还查到了韩岳平的住处 何等去了发现人已经跑了 韩岳平呢 是做生意了 前几天就走了 你还嘴硬啊 那烟头还软着呢 看女人不说 警察就带走了 所有跟韩岳平有关联的人 案情有了新进展 徐国庆把最新的线索 带进案件中再次分析 从照片来看 韩岳平和胡大海 并不知428枪案 和52枪案的枪手 凶手另有其人 并且他断定 他这次的对手 不仅穷凶极恶 还老坚俱滑 他决定抓住韩岳平胡大海 和风标仇杀这条线索 查清刘花强的杀人动机 为了不让消息泄露出去 他准备把以后所有的计划 都控制在专案组成员内 刘花强借着枪带着小弟 去教训那个嚣张的光头 别动 长发男被按在桌子上摩擦 光头被人用枪指着 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认不认识我 认识我别动 动一下我打死你 摆拼完小弟 举止就来收拾大哥 听说你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我 没完了 看来你是真想跟我拼一下 跟我刘花强拼 你有这个实力吗 光头的脸上有些挂不住 就想点着烟臭臭 但不知哪里来了阵风 点 再点 风彪此时非常后悔 没有卖一个防风打过机 你不是没带枪吗 我给你一把 刘花强把自己的猎枪 递给风彪 示意他打自己 拿着 您说您这么凶 谁敢打您 刘花强看疯子不吱声 又把枪放在他身上 不敢打啊 不牛逼了 强哥还是非常有同情心的 为了照顾弱势群体 又给了风彪一次机会 这次他直接把枪 抵在自己脑门上 可以了吗 一般枪击 我这小命 你呢 疯子 我就数三下啊 就三下 一 二 三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如子不可教义 强哥有些恨底不成钢 但机会 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既然你不珍惜 那就别怪我无情 强哥准备撤了 但在走之前 他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给我跪下 叫一声爷 我就放过你 放过你这几个弟兄 俗话说 男儿膝下有黄金 光头实在做不到 但强哥已经没有耐心了 不给华强这个面了 是不是 强哥招招手 又拿来练将 但这次枪口 对准了光头 我再数三下 你要还不跪 我一枪打死你 一 二 眼看三就要说出口 疯子赶紧抬了抬手 他摇摇晃晃的起来 扑通一声跪下 爷 爷 我认输了 你放过我的弟兄 在酒精的作用下 这样的行为 好像还可以接受 但下一秒 一杯冷酒浇在头上 强哥又倒了杯酒 跟在座的挨个碰了杯 然后一口闷 这也算是跟疯子干一杯了 我跟你明说 从今往后 只要在公共场所见着 我和我的兄弟 必须叫一声爷 否则我见一次大名字 我这人就是 先明后不正 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 告诉我一声 听明白 爷 见疯子非常上当 诚哥很高兴 风表本来以为 这档子事就算完了 没想后面 陆陆继续几次 刘花强还总来灭他的威风 直到他彻底应不起来 这也导致了 后面一连串的不仇 因为高二龄的交代 徐国庆彻底锁定了刘花强 总有一个女人 暗中给刘花强报信 但刘花强始终不信任他 因为觉得看不透这个女人 女人一边利用关系 从重案组的女警那边 打探消息 另一边又通知 刘花强的仇人赶紧跑 阻挠刘花强的复仇行动 我看还是让你们家 范东小心一点吧 这范东 就是当初抢了 刘花强弟媳的人 女人虽不清楚 刘花强的复仇计划 但他觉得 只要是跟刘花强 结过仇的都得小心 可这小子一点不在意 刘花强回来怎么了 吴天死了 咱们赶紧跑吧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你 刘花强回来 跟吴天死 有什么关系啊 以前在乔北的时候 我们经常来揍的 吴天就是刘花强给杀死的 你怎么了 你说话呀 我吴天真是刘花强给杀了 以后咱们俩真得小心点 但没过几天 范东就不见了 李莉赶紧安慰姐妹 和她一起找男人 女人想报警 李莉拦下了 她的确担心刘花强会杀人 但也担心刘花强会被抓 因为妹妹李莉还在刘花强呢 李莉陪女人去了范东的公司 又一起去了酒店 但都没找到人 最后没办法 她又找了道上的人 帮我找个人 五千 找人的见信 李莉还发现个秘密 范东的老婆喜欢上了一个女人 你们俩多长时间了 半年了 范东知道吗 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样 但人太脏了 人终于找到了 在一家酒店里 但同时得到消息 有人想砍范东 吓到两人赶紧开车去找 但一到地方 就看见一群人拿着刀进去了 李莉想到下台电话通知 但没有人接 她又续成电梯 电梯半天不下来 终于门开了 拿到的人从里面出来 这是什么情况 两人赶紧跑到房间一看 还是来晚了一步 范东浑身是鞋 坐在地上 后面还有叫的小姐 刘花强这样做 是为了转移警方的追隶 她又准备去医院看望弟弟 但徐国庆此时 也在去往医院的路上 刘花强冒着生命危险去看弟弟 但刚到医院门口 就察觉出不对劲 一番观察后 他决定先找人侦查一下 腹白貌美的情妇 就是最佳人选 刘花强提醒李梅 沟通一定要用公用电话 出行千万不能打车 坐金宝的摩托车去 一旦发现被人盯哨 千万别害怕 金宝会叫你怎么甩掉那些人 刘花强的直觉非常准 警察局局长徐国庆此时 就在医院 病房周围也是他安插的便衣 到了晚上 李梅开始出发 金宝把他送到门口再次叮嘱 嫂子 要是有人跟着你 千万别上我的车 你打一辆车到北国上城 在里面逛一圈 趁机从东门出来 我在那等你 李梅的内心十分忐忑 他此时仿佛是一名美国特工 为了演他更像 他还买了树花 一上去 徐国庆的目光迅速锁定了他 那样子好像在打量一个猎物 便衣们的目光也随即投来 李梅的肌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李梅的心差点跳出来 一转头原来是滑掉了 李梅强装镇定的捡起 看徐国庆下去 李梅终于松了口气 但秉衣还在 于是他按照刘花强的指示 假装在找人 看一个护士出来 鬼撞上去 总算是解除了嫌疑 李梅一出来 就立刻通知刘花强 得知弟弟被监控 刘花强十分火大 看来接下来的复仇之路 会非常难走 不过没事 再难也挡不住他复仇的步伐 刘花强拦了辆车 去看下一位复仇目标 这边 警方在确定凶手就是刘花强后 查到的线索越来越多 看来真相 不久就会浮出水面 要知道 这可是98年 强哥惊呆了 刘花强是金座 还刘栗子金座 你看这现在哪有刘呀 这都是大棚的刘 你先贵我还先贵呢 我挑一个 行 刘花强老板 以为强哥正要买刘 就随便挑了一个 没想强哥化身植物学家 这刘保熟吗 我开水果摊的 能卖给你生刘蛋呢 我问你这刘保熟吗 老板一看 有盒 来个砸厂子的 看来不给点颜色是不行了 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 你要不要吧 你这刘是熟我肯定要啊 那他要是不熟怎么办啊 要是不熟 我自己吃了他 满意了吧 强哥笑笑 等待着刘花强老板的表演 老板把刘放在城上一腰 15斤30块 你这哪够15斤呢 你这撑有问题啊 这话一出 刘花强老板蹦不住了 你这啥意思 说我是减伤是吧 你他妈故意找茬是不是 看老板这么横 强哥淡定的闲开衬盘 的确有问题 西斋石 另外你说的 这刘是生的 你自己吞进去 强哥举起起刘刀 猛批下去 你他妈陪我刮是吧 拳头还没到跟前 老板肚子就中了一刀 小弟看见大哥受伤报仇 结果被强哥的红刀子逼退 刘花强老板痛苦的挣扎着 强哥小刀一扔 小摩托一起走了 这时旁边的路人认出了强哥 强哥听见粉丝叫自己 还会过头微笑 可能刮摊老板永远都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被砍 因为著名的植物学家 刘花强曾说过 当你怀疑一个刮 是不是生刮蛋子的时候 这个刮在你心里 就已经不保熟了 所以你劈开不劈开它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怀疑一旦产生 罪名就已经成立了 刘花强不光能砍刮 还会砍价 他先派出专业对口的小弟 给车跳毛病 你这车打个滚吧 这门人要撞 车贩子一看 行价呀 立马不敢乱要价 还主动让试车 金宝试了全车 感觉效果不错 既然车都买了 那车牌也得来一个 强哥问老板 要没有不是恒舟的车牌 有不恒水的要吗 300块钱一付 强哥点了点头 车贩子立马联系人去取 这是金宝试完车回来 既然货没问题 那强哥就可以放心杀价了 一共多少钱 两万五万 这样加车牌了 一万八 多一分不得 老板你杀的也太厉害了吧 那这么着 两万怎么样 车贩的脸都要绿了 电话都打了 你给我来这个 没办法只能同意 最后强哥 以一万八的价格 成功拿下 这事是警察 在找到刘花强的车后 才从车贩子那了解到的 因为一个骗警的失职 警察在案发 大半个月后 才找到这车 徐国庆得知情况后 当场便领 好家伙当场免职 生气的时候 徐局弃长 真不是盖的 除此之外 警察还找到了刘花强 曾经租过的房子 根据房东的描述 他们才知道 原来刘花强跟前 还有一个为他办事 打掩护的女人 根据房东的描述 警察画下了里面的交相 根据以上的这些事件 徐国庆开始着重研究 刘花强的情感关系 和社会关系 并全程缉拿刘花强的小笔 因为是秘密行动 刘花强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还在跟兄弟们 看他最爱的电影 这个杀手不太冷 这时李莉打了电话 今天全程都在抓人 你原来的手下都是抓捕对象 递得知情况 刘花强立马变脸 看来计划得提前实施了 这都是你惹的 谢谢你啊 你还想怎么样 还要杀多少人才罢手 你到底准备什么时候才走 刘花强不想听这个女人逼逼 女人和兄弟 你会选择哪个 在道义和爱情之间 我选择的是道义 刘花强 你妈的不爱我 你错了 妹子 我爱你 可是我要不为花恩报仇的话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连活着都没意思 我要爱干什么 就在刚刚刘花强得知 警察正在全程抓捕自己以前的手下 看来杀人行动必须要提前了 刘花强立马给手下发布任务 金宝和自己一起出去 大鹏留下帮忙搬家 因为上一次杀错了人 刘花强一再强调 刘花强提前蹲过点 老虎在的凤凰台客物厅门前 是以马路为界 马路下面归永安分局管 马路下面归郊区分局管 之前的良喜命案 都是发生在永安分局管辖范围内 如果这次还在那 那势必会引起更大的动静 更重要的是 我要耗尽他们的精力 这是刘花强和徐国庆的博弈 但就在准备行动时 他的女人出现了 还抢走了他们的枪 强哥吩咐两人继续准备 自己则去解决女人 他告诉妹子 自己一个小时后就回来 没想妹子这次不听话了 强哥也严肃起来 李梅 你还是不太了解我 别人撞男墙的时候 选择的是回头 我撞男墙 选择的是把枪推倒 强哥拿出手枪 交给李梅 表示要么一枪打死他 要么让他去报仇 在道义和爱情之间 我选择的是道义 听到强哥这么回答 妹子绷不住了 他觉得好不公平 为什么自己就可以抛下一切 陪你亡命天涯 你就不能为我想一想 可能这就是男人 和女人思维风式的不同 强哥不再耽搁时间 招呼兄弟 头也不回地离开 女人看着空话的房间 忍不住眼面哭泣 早餐 强哥说了 等干完这几件事 咱们一块走去香港 强哥这次行动的交通工具 还是金宝的摩托 两人正开着 突然从后面出现辆警车 幸好只是路过 两人都捏了一把汗 可能老天都在帮刘化墙 今晚歌舞厅正好停电 送老虎正坐在外面乘凉 记住了 光头八字虎 保定口印 放心吧强哥 为防着再杀错人 金宝专门去跟前晃悠了一圈 这些人看着金宝 还以为是来舞厅玩的客人 小子被他妈给什么包 真是的衣服 看着老虎啥了 连网球包也不认识 网球包我不认识算什么 我们老虎啊 就是为人实在 他们哪知道 那里面装的哪是网球牌啊 而是一把双筒猎枪 金宝确认完目标 却在一旁等待时机下手 看机会来了 便拿出家伙用衣服包着 淡定的走了过去 一步五强 老虎硬是一声没坑 生怕被听出自己是保定口音 金宝打完就跑 这个曾经称霸影放到大哥 则躺在冰凉冷硬的地板上 金宝完成任务 连忙和强哥一起回去 警察也迅速赶到了这里 经过调查发现 老虎和歌舞厅的老板娘 关系不一般 所以不排除是情杀 徐国庆又问蛋壳型号 他第一时间怀疑到了流花墙头上 但短时间内应该查不出来 因为强哥这次换了把心抢 为了不漏掉任何蛛丝马迹 徐国庆连夜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准备找出所有犯罪嫌疑人 宋老虎的背景可不简单 他最早是白鞋队的成员之一 这白鞋队 是七十年代当地的一个流氓组织 成员遗传统一的黑色布面 白色卡片的布袭而问名 之后 宋老虎又陆续干了一系列 违法乱纪的事 进出警局数次 所以他的仇人可谓是数不胜数 经过连夜的彻查 第一条线索浮出水面 一小地皮曾偷地人打电话 听到了老虎死的消息 那是个外号叫沈猴子的人 警察立马去抓沈猴子 可猴子又说 消息是05透露给他的 警察又跨城去北京追捕05 但费了一番周折后发现 这05啥也不是 只是老虎死时 恰巧经过那里的一个路人 好嘛 强哥正是把条子玩的团团转 争议了他那句话 我要耗尽他们的脚力 没办法 警察再次把目光转移到沈猴子身上 这一问 还真又问出点什么 男人外号沈猴子是个搞装修的 因为房没给人装好 被老板娘把钱扣了 因为看老板娘是个女人好欺负 他就三天两头带人闹事 告诉你老板 就说我沈湛华说 只要他答应陪我睡一睡 该我那十万块 咱就一笔勾销了 男人正嚣张着 一个八字胡黑脸光头闯了进来 正是道上人都怕的宋老虎 你干什么呀你 你知道谁吗 不知道 我告诉你我是谁 出院的厅长 我要宋老虎 老虎的名号一出 猴子和他的朋友们瞬间吓傻 啤酒瓶也放下了 可老虎哪会轻易放过他们 就在要见拔弩张的时候 老板娘硬红进来了 一看有人给自己撑药 也不再害怕 老板娘一早就准备好了账本 细细罗列着沈猴子的账 这货一共来了三十二次 叫小姐二十六次 再加上那些朋友的人头数 一共是八十六次 还有酒水和点隔费 一共是十万两千八百块 好嘛还多出了两千八 老虎被人十分大方 直接把零头抹了 沈老板 我这是最降临了 你也查英老板两千块钱 来吧 沈猴子人都傻了 这啥情况 偷鸡不成还十八米 但能有啥办法呢 只能乖乖掏钱呗 送老虎借过钱一点 不够 插了呗 老虎怕着孙猴子再赖账 便让他白折黑字 立个字去 沈猴子也只能照办 在这之后 沈猴子再也没找过事 看来可以排除沈猴子的嫌疑 但能是谁杀了宋老虎呢 警察继续调查 李莉一下就猜到刘花强动的时候 他再次劝刘花强离开横州 刘花强才不听他的话 李莉非常害怕 他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 为了阻止刘花强 他翻出了警察局局长许国庆的手机号 但号码按完了 又犹豫了 妹妹李莉还跟刘花强在一起 如果刘花强被抓住 那李莉也逃不过 他已经对不起妹妹一次了 不能再对不起第二次 这边刘花强的状态也不好 因为压力过大 他已经很多天没合眼了 为了让自己真顶下来 他只能靠一些非常手段 但他和宋老虎的仇 警察迟早会查出来 这边警察又问起了宋老虎的仇家 看有人闹事 看场子的黑道大哥走不住了 没想这男人还不识抬举 老板娘不敢得罪关家的人 就把老虎拉过去说好话 这时服务小神跑进来 说隔壁的舞厅不肯接小姐 还把他们的人打了一顿 这还能忍 老虎当即叫了三个小弟 吵起家伙跑了过去 正好连钢材的气一洗出 老板娘急坏了 可能是虎哥怜香心欲 四个人才打上了人家的一个小姐 可人家才没这么有风度 当晚就找了一帮人复仇 老板娘不想把事闹大 赶紧找人奢合 还赔了钱 才算把事了了 但心感觉各务厅一直跟他们不对付 警察一听这情况 立马去心感觉各务厅调查 看他们是不是杀老虎的人 可什么也没有查出 同时 徐国庆继续在刘华强那儿下功夫 他审问之前抓话的刘华强就不 想知道些事情的来龙去脉 罗罗们可不像大哥训令那么强大 没被邓起家就全交代了 乔胖告诉警察 刘华强和吴天的恩怨 还要从95年的夏天说起 当时刘华强的朋友开了间游戏厅 过来吴天也在那儿开了间游戏厅 不仅规模更大 还专门和人对着干 把人挤兑的都快倒闭了 朋友是在气不过 就请刘华强过去帮忙 刘华强他们一到地方 直接把客人赶到了一旁 整个一来者不善 服务员一看这情况 立马去叫了保安 说话间 强哥的小弟们已经站了起来 可保安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突然强哥猛的起身 冲着保安的头就砸了下去 虽然拿的是西瓜刀 可强哥一直是刀背对人 为的就是有个震慑力 你们他妈给我听好了 我叫刘华强 告诉你们吴天 今天的事还不算完 因为这事 吴天后来请了风标看场子 说话说得好 新冠杀人三把火 此时的风标还不惧怕刘华强 当即就带着手下来找事了 你还拿刀是吗 把刀给我放下 给我放下 放下 刘华强呢 不在 我还不知道他不在 我问你他去哪了 不知道 你们谁参加砸天红的场子了 你参加了吧 都给我跪下 我让你跪下 这次风标可是好好威风了一把 不仅让强哥手下下跪 还用刀砍了他们 但紧接着就被打上了大钉 然后又被强哥狠狠叫训 从此以后 刘华强和风标的仇越急越深 至于为什么要砸吴天厂子 我们后面再讲 刘华强在道场是出了名的有仪器 只要手下有了家庭 一定不会参与重大抖殴 不仅如此 强哥还会给他们安排好退路 要么在弟弟刘华文的托运站工作 要么给一笔安家费去做正经生意 所以大家都爱跟着强哥混 被警察抓到了 也不会过于落井下石 加上他们都是早些时候跟的刘华强 所以不认识金宝大鹏和李梅 警察看不出来话 便又找来当时请刘华强看场次的何老 刘华强拿着刀狂奔 强哥真是无语了 没见过这么怂的人 何老六开了家游戏厅 吴天也开了一家 不仅把他的客人都拉走 还让老赖亲戚过去找事 开始老赖亲戚是在吴天厂子玩的 吴天闲他打扰顾客 就让来何老六的厂子 并承诺输多少钱给多少钱 没想现在刚结八千 人又来要了 开始何老六还很用气 可以听对方是丁棍的人 立马把钱还了回去 强哥简直是恨铁不成钢 这是太就他刘华强的脸了 该说的都说了 何老六看刘华强犯了事 赶紧把自己撇清 还保证这几年来 自己干的都是正军生意 可谁知下一秒就被打脸 徐国庆懒得更大废话 就让他辨认了李梅画像 可何老六压根不认识 徐国庆又问了其他刘华强的小弟 全是一样的答案 突然有个人认出了金宝 男人并不知道金宝的真名 只知道外号叫鞋子 当时韩月平招揽金宝时 就是他当的司机 除此之外 他还提供了李梅的线索 是在韩月平和胡大海聊天时听来的 他告诉警察 刘华强跟前的那个女人离过婚 徐国庆得知情况非常振奋 立马派人去保定 找一个叫鞋子的人 金宝仿佛有了感应 突然从梦中惊醒 他做了个噩梦 梦见他们都被抓了 大鹏随口骂拉君 继续看他的录像带 金宝找强哥安慰一下 可强哥已经出去了 刘华强准备亲自去医院 看刘华强是如何在满日警察的医院里 全身而退的 他装作送水工过去送水 正等电梯 两个警察忽然出现 看样子还注意到了他 刘华强瞬间奔进神经 右手伸进口袋摸枪 冷汗也不受控制的冒了出来 眼看警察越来越近 刘华强我认识 跟这个跟不倒差不多 是吗 你看什么呢 刘华强装作没听见 露出憨憨的笑容 直了指自己嘴巴 警察的视线刚一转移 刘华强立马变脸 这是电梯门开了 刘华强本想等下一辆 可警察十分热情 一直招呼让他上来 为了不引起怀疑 刘华强只能走了进去 两个警察在后面 真是如芒在背 电梯门终于开了 可门口就站着两个便衣 还一个劲盯着刘华强看 刘华强赶紧低下头 避免和他们有眼神接触 这警卫工作做得够好的 每隔一米就一个便衣 还全都盯着刘华强 终于走到了弟弟病房门口 刘华文一眼就认出了哥哥 刘华强会了个帅气轻松的微笑 让弟弟安心 要说这兄弟俩还真是心有灵犀 刘华文立马发出动静 吸引警察注意 这个效果刘华强十分满意 可作戏要做全套 刘华强将自己十块买的桶装水 送到了护士办公室 在回去时 已经没有警察再盯刘华强了 老虎被杀的案子 警察还没有头绪 现在情杀被排除 对家五天的嫌疑也被排除 案子一时陷入将军 就在这时 他们找到了宋老虎的弟弟 宋振涛 从他嘴里得知 原来宋老虎和刘华强 韩岳平也有仇怨 有人托宋老虎跟刘华强 谈还钱的事 刚开始两人还挺客气 刘华强给宋老虎带了两条好烟 两瓶好酒 宋老虎准备了一桌酒席 可他那傻弟弟坏了事 老虎说话很有水平 又明确了自己的地位 又称赞了刘华强的忠义气 刘华强很是受用 一高脚杯白酒 头一痒就干了 但他知道 今天绝不是食之饭这么简单 就让老虎有话直说 痛快 我就喜欢你这脾气 挑明说吧 华强算明白了 今天是让他还钱来了 但他眼下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刘华强引会的表示 自己不是拿钱不给 有了钱肯定会还 还钱这事 说大能大 说小能小 本来俩人还在这极限拉扯 没想到挨刀的弟弟蹦出来了 你别他妈给你不要的 你他妈什么东西 我哥在当上混的时候 你还穿开裆裤呢 在这摆什么份啊 撒朋友照照 什么德行 华强脸瞬间变了 这是个什么牛马 胡涵二人也坐不住了 但华强还保持着一丝理智 他可不是个随便动粗的人 强哥不奉陪了 转身就走 宋老虎脸上挂不住了 老虎还没说啥 宋振涛派出而去 你今天要是这样 就是这个房子 我跟你没完 你今天答应也得答应 你今天不答应也得答应 话刚说完 孙振涛抄起酒瓶就要砸 胡大海掩起手快控制住老虎 韩岳平一刀送了过去 好一个透心凉心飞扬 老虎 弟弟脾气太不好 得改一改 好好教一教 不然以后得吃大亏 这之后 宋老虎为了给弟弟报仇 满城的找刘花强举人 但齐天了都没找到 于是一气之下 绑架了韩岳平的媳妇 韩岳平媳妇死活不说 我哥一击 就把他给抢肩了 再说把你活埋了 黑老大看来看弟弟 弟弟已经娇羞起来 宋振涛虽然人寒 但这种事还是干不出来 连一红跑了 可裤子还没脱 警察就赶到了这里 是韩岳平报答案 韩岳平媳妇还算机灵 他还留着上次被绑架时 占有老虎子孙的短裤 因为这个物证 老虎被判了五年 其余一起参与的小弟 每人被判了三年 韩岳平则因为捅人 和宋振涛一起劳教一年 宋老虎这口气 是怎么也咽不下 一出来就满城找刘花强 但刘花强此时已经去了广州 于是他只能退而求其次 找刘花文算账 他们把刘花文骗到文化广场 然后拿着西瓜刀 骑着小摩托满街道追 宋振涛把油门拧到底 刘花文一看这情况 赶紧往出租车上钻 但很快就被甩了下来 兄弟俩继续追 刘花文继续跑 最后刘花文还是追上了那辆出租 得知了刘花强和松老虎的仇怨后 徐国庆把三起枪决案合并到了一起 他猜测 刘花强这次回来 一定是给弟弟复仇的 毕竟俩兄弟感情十分要好 早些年 刘花文跟一个大巴司机发生了冲突 刘花强二话不说 就把司机打了 还吸了警 现在刘花文被砍 刘花强肯定不会放过 有人提议 把他们几人的肖像 供布到电视台 依靠群众的力量 找出罪犯 但徐国庆不认同 他觉得画像不一定准确 如果发不出来 很容易打扫金蛇 到时候逃到外省 就是大海捞针了 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他决定联合医院 给刘花强下个套 先把医院的行李都撤出来 然后让主治医师告诉王素娟 刘花文情况危急 需要再次受处 这样一来 王素娟是必会去联系刘花强 到时候他们手术带兔就行了 果然王素娟一得知情况 立马去联系刘花强 弟弟又病危了 刘花强十分纠结 他不知道该去还是不该去 他怕这是警方的宣套 但又不敢拿弟弟的神秘开玩笑 手术在第二天一早进行 刘花强怎么也睡不着 他吸着烟 看看碍鱼 又看看手表 刘花强的感觉很准 这就是警察社的一个宣套 他们已经在医院门口埋伏好了 等待刘花强上钩了 警员 徐国庆 刘花强 三方都在等待 最后刘花强看了看手表 决定去看王弟弟 他拿出柜子里的枪 天装子弹上膛 看见强哥这样十分担心 自从跟了强子 每次人出去 他都担心是两人的最后一面 他想跟着一起去 可被强子婉拒了 刘花强刚走 李梅胃里就一阵翻涌 你猜得没错 李梅怀孕了 刘花强还不知道这事 为了不引起注意 他去了辆摩托车来的路边 然后又打了辆车 医院门口的车里 已经有两个警察蹭不下去 睡了过去 组长赶紧把他们叫醒 眼看离医院越来越近 刘花强吩咐师父 开慢一点 这样方便 他观察这回环境 可即便这样 还是吸引了警方的注意 其实开始警察并没有在意 但因为车开得太慢 他们觉得很不正常 刘花强下来的医院正门 可是并没有叫司机停 而是继续开慢速观察环境 他追到了警方的 那辆白色面包车 与此同时 徐国庆已在医院的监控室 密切关注着 徐国庆让医院后门那几个 加强对出租车的监视 因为刘花强的异常行为 司机不耐烦嘟囔了几句 刘花强直接用票子 塞住了他的嘴 车来到后门 还是和刚才一样的操作 先是慢悠悠的靠近 然后突然加速 这把警察弄得一头懵 刘花强到底耍什么话样 经过反反复复的试探 刘花强觉得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可就在他准备下车的时候 一辆洒水车 正好挡在他前面 等他再次下车时 猛然发现 远处的那个宝级 有些不对劲 刚走到那个灰色交车前 就急匆匆走开了 摆明了里面有人 刘花强一套枪 刺激吓得直接把脚 踹进了鱼箱里 出租车一下甩掉了后面的警车 可前面又有警察包抄 这该怎么办 刘花强执意不到半秒钟 立刻让司机掉头 出租速度非常快 后面的警车依旧紧追不舍 华强只能一直用枪 抵出司机的头 事实证明 拿工资的还是比不过要命的 出租车司机 听尽全力 带华强冲出了包围圈 刘花强的这招金蝉脱效 把警察玩得团团转 等他们逼停了出租车才意识到被骗了 而刘花强此时 已经在沙发上翘起了二郎腿 因为这晚的刺激经历 金宝建议立即离开横征 但刘花强不同意 他立过誓 不杀完所有臭人 绝不离开 他又给弟弟塑造一个绝对安全的环境 同时他也得知了一个重磅消息 李梅怀孕了 刘花强要当爹了 女人想把孩子生下来 可刘花强不同意 现在什么情况你都了解 明天怎么样谁都不知道 我们可能要不断地走 不断地换地方才能避开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可能再要一个孩子呢 不是花强冷血 他只是太过理智 他害怕要孩子会拖累他们 跟害怕孩子生下来会不幸福 但没怎么讲那么多 他只是想单纯地给强哥生个孩子 为了不拖累花强 他准备搬去姐姐李莉那儿养胎 花强一切舍不得了 如果是答应过我 我什么时候离开都行 那我现在就想念他 花强没有过多阻拦 从屋里拿了一万块给带上 金包爷心疼强哥 劝嫂子别走 可李莉铁了心 人在的时候 往往最不懂得珍惜 李莉一走 强哥立马觉得心少了一块 他像个青春期的少男一样 迟迟缓不过劲儿来 突然门响了 金包他们吓了一跳 刚要拿家伙被花强阻止了 强哥知道 是他的梅子回来了 原来就在刚刚 李莉回到了姐姐李莉家 可还没等下车 就看到了姐姐和外甥女 打车回来了 一开门 花强立马把梅子拥入怀中 这大概就是他的体汉柔情 而他的前妻汪素娟 此时正在被警察带回去问话 因为他上一次的逃脱 警察暂时把大部分警力 投入在了攻坚 汪素娟和韩月平活大海身上 汪素娟好抓 就成为了首要审问的目标 可汪素娟看着柔弱 实则内心强大 他咬死不说 有关刘花强的信息 因为没有证据证明 汪素娟包庇罪犯 警察只能将其无罪释放 汪素娟虽然是刘花强的前妻 但他们之间没有矛盾 离婚也是因为刘花强害怕 会拖累家里 才协商离婚的 汪素娟这条线索断了 薛国庆只能继续在 韩湖二人身上下手 可据了解 这俩人已经去了外地 正当他们着急时 南京警方传来消息 他们发现了胡涵二人的身影 虽然这么说 可胡大海还是栽到了女人手里 这天歌舞厅来了客人 点名要红霞和莉莉赔偿 可红霞此时正在背胡大海 包发户客人一听 立马不满意了 要去找事 韩月平胡大海可是跟强哥混的 还能怕他们两个 韩月平又一扎皮杯子 干到了另外一个 然后两人面不改色 小洒离去 事后哥文庆老板报了案 警察一眼认出 这是全国通缉的两名罪犯 立即和恒州警方取得联系 然后从胡大海带着的那小姐身上 找突破口 找到了胡大海住处 一听恒州 胡大海立马娘了 没想千多万多 还是被逮到了 而韩月平此时 已经踏上了回恒州的列车 胡大海郁闷急了 早知道跟韩月平一起走了 虽然她是第一个落网的 但她非常忠心 什么也不说 不过小姐的嘴可就没那么紧了 警察一胡就什么都说了出来 还说了韩月平要回恒州的事 警员一听 立马汇报给徐国庆 徐国庆当即下令 排查一切从南方过来的火车 警员们提前去车站蹲点 连着查了七八辆 还是没发现韩月平的踪迹 原来韩月平已经先一步 到达了恒州 因为强哥又换了手机号 韩月平一直打不通 于是只能联系汪素娟 为了不引起警察怀疑 韩月平先去学校找到强哥的女儿 然后以女孩为媒介 给汪素娟送信 可汪素娟已经被警察24小时监控 刚一出来就被盯上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汪素娟把刘华强的电话 告诉了韩月平 韩月平又打了过去 刘华强一听 是韩月平的声音 立刻感觉不妙 刘华强十分紧慎 生怕这个电话会暴露自己 都知韩月平被警察盯上后 他就让韩月平四点半 去北国商城一层等他 很快警察就通过汪素娟的电话 摸到了韩月平打电话的地方 一番辛苦寻找 警察还是找到了这个电话亭 可老板当时以为是诈骗 根本没把话往心里去 电话已经有好几个人用了 警察非常逗等 老板害怕惹出事 赶紧搅剂脑汁想出了一句话 横着到大商城去那么几个 警察立刻锁定了北国商城 许国庆下令放长线掉大雨 等另一个街头的出现 再实行抓捕 韩月平一出现 警察立马盯紧了他 韩月平开始在商城找人 但来的不是刘华强 而是金宝 金宝非常谨慎 没有意来去街头 而是先办成顾客 暗中关场了一会儿 就在金宝准备出去的时候 无奇想了 是强哥发来的 上面写着有果素回 原来就在刚刚 李立查就不对劲 又去女警妹妹那靠了话 然后给刘华强传信 金宝得知消息立马折退 警察看半天等不到人 只能对韩月平实行抓捕 金宝这次可算是有机无险 可强哥坚持要最后 做掉一个人再走 随着手下一个个被抓 刘华强十分担心 他们会出卖自己 审讯室内 徐国庆正对韩月平进行攻心 先是分析了当前局势 强调刘华迟早有一天会被抓到 你这么顶着也没用 又给其看了被刘华强 杀死人的照片和录像 告诉韩月平 警方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凶器是他提供的 不仅如此 徐国庆还把韩月平 打人脑壳的扎皮杯子 从南京通用了过来 看着这些选择证据 韩月平越听越虚 冷汗一个劲的流 刘华强怎么也没想到 兄弟因为一根烟 就把他出卖了 先从他那两个枪手说起 月平一根烟 华强底儿朝天 韩月平交代的事无据悉 他告诉徐国庆 那俩枪手 一个叫王大鹏 一个叫金宝 全是王民图 金宝是宝定人 王大鹏是东北人 他最初先认识的是金宝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他忙完回去 正好看见有人在翻墙 出于好奇 韩月平去墙根猫了半个小时 终于人来了 韩月平觉得这伙计神手不错 就想劫持一下 约金宝第二天 在杭州有名的服务员大酒楼见面 没想金宝还真去了 就这样两人成为了朋友 尤其当金宝知道 韩月平是跟刘华强混的后 更是羡慕不已 梦想有一天 也可以投到强哥手下 后来刘华文被砍 刘华强直接从广州飙回来 准备给第一复仇 因为干的是玩命的买卖 刘华强不想让大海和韩月平沾手 毕竟一旦被抓到 就是个死 韩月平正好把金宝推过去 刘华强办事从来很谨慎 办啥事找啥人 所以韩月平并不知道两人说了什么 但后来大鹏就来了 大鹏是金宝的朋友 也是个身负命案的人 大鹏 强哥收拾完马仔的第一件事 这是把兄弟安堵家里 他给了大鹏金宝一人一万块 让油回去 半道说的金宝大鹏都是如此忠心 他从小玩到大的韩月平 却把强哥卖了 还给警察学下了金宝和大鹏家的地址 他告诉许国心 列强都是胡大海找的 房子都是刘华强自己租的 跟他是一毛关系都没有 他最多就是给金宝搞了个驾照 为了争取宽大处理 韩月平还透露了刘华强的最后一个丑人 就是跟他们争过店面的竹变神 刘华强还不知道被兄弟出卖了 他现在正愁着 怎么给闺女过生日 情人里没十分抵贴 第二天就去学校找了小姑娘 因为天气太热 监视学校的警察已经睡着 由于前几次失误 刘华强从广州带回来的四部手机都报废了 于是现在只能只知同性 刘磊把信给王夙娟后 王夙娟很快想到了一个办法 发现装作和平常一样 送刘磊去姥姥姥爷家 任凭警察在后面跟随 然后来一出第二壶立山 等警察发现时 已经到了下午了 如果猜的没错 刘华强肯定去跟女儿团聚了 但具体在哪儿 他们就不知道了 不过不用急 他们可是有一个 知道刘华强老子的韩岳平 刘华强以前是怎么给他女儿过生日的 每次都在燕山大酒店 去的人特别多 也特热闹 每次去都开一两个包店 刘华强特别喜欢的女孩 你说具体点 燕山大酒店的二楼中生店 徐国庆立马带人出发 刘华强还在给女儿过生日 因为今天见了李梅 女儿一直都不高兴 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爸爸一人来 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要离婚 爸 你是不是犯罪了 怎么这么笨 妈妈被警察抓走过 警察还问我知不知道你在哪里 听到这些 刘华强是痛心疾首 在女儿这块 她确实有所亏欠 于是只能尽量在物质上进行弥补 李梅在楼下平台着 顺便把风 她知道这个场合 自己不适合出现 你说巧不巧 这时李梅 正在跟女警姐妹俩吃饭 突然女警匆忙离开 李梅一听 按道大事不妙 赶紧借口学上厕所 给刘华强通知 这是刘华强刚刚点燃蜡烛 女儿一开灯 刘华强被吓了一跳 神经瞬间高度紧张起来 招呼女儿撤离 刘华强一边观察地形 一边带着女儿撤退 连生日礼物都忘在了那里 警车呼啸驶来 刘华强把女儿交到情人里 没手里 刘华强现在没时间解释 他必须先保证 女儿和女人的安全 他两人走后 才匆忙返回电梯 准备从后门离去 如果现在出去 80%会跟警察碰个正着 果然李梅的车前脚刚走 警察车后脚就来 这次抓捕刘华强 可是出动了不少人 前代小姐不知道人已经走了 把警察领了过去 警察一进去傻眼了 吃饭的人呢 刚走不久 这是一个女警 姗姗来迟 得知刘华强逃跑后 十分懊恼 他还不知道 就是他泄露了行动机密 他以为李梅 三天两头行吃饭 是真心实意帮他们 实则是趁机打开消息 与刘华强同分报信 警察询问门口的服务生 得知李梅他们从东边走了 立刻取舍就追 剩下的则去堵后门 和刘华强早就走了 这是徐国庆赶到 他感到一些蹊跷 出警前后才不到半小时 怎么就能被逃脱 他赶到包间查看 桌上的菜几乎没动 生日蛋糕没吃 礼物也没拿 看来走得十分匆忙 一个可怕的念头 在徐国庆脑中闪过 难不成出了内奸 上次北国商城的抓捕行动 也是被对方巧妙逃脱 为防止此类问题再发生 他让警员们有问题 直接向他汇报 彼此之间不能互相通信 他倒要看看 以后还会不会出问题 与此同时 金宝和大鹏的身份 也查明了 这下他准备多方面一起 强子准备 最后做掉一个人就走 但眼下出现了问题 倒也不是不能上 就是做完人 金宝他们不好脱身 强哥肯定不会 现兄弟与危难之间 这时大朋友了一招 经过观察他发现 那个猪变生 特别喜欢去一家 叫华青池的洗浴中心按摩 只要一进洗浴中心 包括他的警察 就不敢进去 只在门口等着 他们可以在那里面下手 强哥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就叮嘱两人 这几天去蹲蹲点 看好地形 刘华强忙着自己的复仇大击 出不知自己的孩子 就要保不住了 李梅照常去医院做产检 没想医生告诉他 这个孩子要不成 因为他长时间精神压力过大 所以导致心理衰竭 胎儿健康受到了很大影响 而且李梅的身体太弱 也承受不住 十月怀胎的辛苦 医生安慰李梅 以后可以再要 可李梅知道 这个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 告别婉医生 李梅走到街头 崩溃大哭 坏消息总是接二连栽 刚回去就得知 母亲的心脏病犯了 可以的话 最好回去一趟 李梅情绪再一次崩溃 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梅子何尝不想 可他现在正跟着那个男人 亡命天涯 李梅不敢多说 匆忙挂掉电话 刘华强看自己的女人 破成这样 十分心疼 他突然想着 要么算了 帮女人离开 可李梅就是要跟着她 我想跟着你 听到李梅的话 刘华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被触碰了 他非常感动 能有一个女的这么对她 于是暗自决定 等最后这个人一解决 就彻底离开这个地方 可他不知道 警察的大网 已经慢慢地向他张开 因为前两次抓捕行动失败 徐国信准备铤而走险 在李梅身上睡室 万一有什么新社会呢 李梅的母亲并没有生病 这只是又不李梅的一个手段 李梅已经收拾好行李 准备出发 外面警察已经盯紧了她 因为刘华强的多次逃脱 警察局长徐国信怀疑 警察理出了内奸 一次行动 让他无意间发现了这个告密者 经过调查 那个在室内财大气粗 整天笑脸相迎的房地产女老板李梅 竟和刘华强的情妇李梅 是亲姐妹 李梅嫌疑一定不小 警员立马拿来李梅资料 仔细一看 发现李梅这人很不简单 她今年42岁 一共结过两次婚 大家从河北师范学院毕业 毕业后 被分配到恒州电视机场工会工作 在那里和厂里的一个干部 也是她的第一任丈夫 孟浩然结了婚 两人育有一女 名叫孟飞 几年后两人离婚 李梅又和建设银行 乔北支行办公室副主任结婚 利用关系 调进了乔北分局办公室工作 也是在这儿有了警察这方面的关系 后来不满足现状 自己开了家公司 一直干到现在这个房地产大恶 从这些线索分析 李梅急剧通风报信的条件 徐国庆叮嘱手下 对李梅只能采取密布 一旦刘华翔知道李梅被抓 那他肯定狗急跳墙 而且还不能在恒州抓 你马上返回张家口 让毕丞给李梅打电话 就说她母亲兵中 在她赶回张家口的路上抓 然后把她带到平山疗养院 在那里审她 不能在恒州沉 因为李梅是恒州市的公众人物 所以徐国庆还不能随便动手 他必须先跟领导请税下 领导得知要抓的是李梅 也十分重视 李梅可是纳税大户 认识不少高官 万一抓错就麻烦了 我向财政申请一笔钱 万一真的拿不下来李梅 我们用这笔钱作为补偿 你们放心的去办 万一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强光引诱李梅后 警察立马兵分两路 第一部分人负责定售李梅 李梅一出门就一直跟着 另一部分人提前赶到收费战 跟张家口警方碰面 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 就在这时 小警察这边出了问题 因为装备太差 他们被李梅的别克甩了老远 我们跟不住啊 我们的车都快散架了 是啊 油门都踩到底了 我告诉你 就是散架了你得跟上 否则我拿你试问 净好有其他人把手 李梅最终在西谷城被拦下了 直接拿出了拒捕令 你什么意思 我又没犯法 犯没犯法 你自己心里知道 所以审讯室也是专门准备的 在平顶山疗养院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防止信息泄露 主要是防备刘花强 开示李梅还拒不交代 甚至言语威胁 但徐国庆可是拿了剧本的人 赞言良语就戳到了李梅的痛处 你是为了你的前夫 在建行桥北直行继续往上爬 不惜牺牲李梅的幸福 把他嫁给了建行桥北直行原副行长 那个有残疾的儿子实验 徐国庆说的一点没错 这正是李梅的心里疙瘩 当初他为了自己的利益 一跳出张家库的条件 对妹妹加以利诱 最后造就了妹妹不幸福的前半生 但他并没有立刻松口 直到徐国庆拿出他的通话记录 在徐国庆的逼问下 李梅逐步吐出事情 但他指出了妹妹和刘花强去广州的事 把自己摘得一干二惊 说自己不认识刘花强 也没见过他们 徐国庆再次说穿他的谎言 李梅整理了一会儿心情 终于开始实话实说 大学去毕业后 他被分到了恒州电视机场工作 还和一名干部结了婚 有了孩子 他本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 却被一次出差毁了所有 当时他去广州出差 认识了那儿一个小老板 那东西当时可是紧俏货 李梅一咬牙 为了利益出卖了自己 赚了一些钱后 当时的账户已经满足不了他了 于是他离了婚 准备开搞事宜 因为他是工会干部 所以不敢明目张胆做生意 于是就决定在场里无色一个人 跳跳简简后 他选择了非常有干性的吴天 两人说好私留分成 这样干了一年后 两人都挣了一些钱 克里利忽然发现 那个小老板竟是有家事的 于是一气之下断了关系 转而又跟吴天好上了 两人还在宾馆长期抱了房 让他没想到的是 后来吴天竟跳过他 跟小老板做起了诚意 他特别恨吴天 但这还不是他决定报复的全部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 让光头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本来他类关系也挺和谐 可随着光头的钱包越来越苦 他越来越不把富婆当回事 吴天吊浪当的态度 李李瞬间火大 他一个没忍住 说出了男人最不喜欢听的话 吴天的自尊被扔在底上狂灿 他的那些努力也被一并否定 吴天瞬间蹦不住了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纳目 吴天的话非常难听 李李瞬间泪目 但吴天不管不顾 拿起床头的钱就走 李李赶紧过去抢 但又被吴天掀翻在床 你跟别人睡觉的时候 你这是我在干嘛吗 四十多度的高温 我挤进那车厢里 差点没人闷死 为了不让这些钱被别人抢走 我让人打成什么样了 你当时又在干嘛呢 你是不是一直以为 你能当着老板娘呢 吴天和李李都是纯纯的商人 都是只为利益 不过吴天这次略胜一筹 但要知道 李李能从一个小职工 爬到今天这个位置 说明也不是一般人 他转头就去找了 无意中结识的刘华强 刘华强开始并不同意 他知道吴天的厂子 是风飙炒着的 平白无故去这事 可不符合道上的规矩 更况且才一万块 也太不值了 李李直接下到两万 但刘华强想要的不是这个 我觉得这事跟钱没得到关系 那跟什么有关系 对你知道 大家都是成年人 李李瞄懂了刘华强的意思 他内心也不愿意 但为了出口气 还是同意了刘华强的要求 刘华强非常讲规矩 并没有透露出 是李李指使的 李李遵守约定 三天后付尾款 和他进鬼使神差的 把妹妹带去了 然后那两人就王八看绿豆 看对了眼 不过这会儿 两人还没在一起 后来李李为了让丈夫怕得更高 把妹妹嫁给了银行行长 又残疾的儿子 直接导致了妹妹婚姻的不幸 等她鼓足勇气去找妹妹时 发现梅子和强子已经好上了 怎么了 不认识 李李气急 连忙警告两人 但两人都不搭理她 甚至背着她去了广州 为了找到妹妹 李李去拖运站 去找刘华文 这是电视剧征服 一切事情的起源 女人去刘华文家 找刘华强 刘华文对她爱搭不理 公安局都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刘华强是你的亲哥哥 他会不告诉你他的地址吗 我就知道 我也不能告诉你啊 让你带警察去抓他去 这话说到一点没毛病 但女人就是赖着不走 直言只是想找妹妹 不会告诉警察刘华强在哪 刘华文都听笑了 就你这样的 公安局一下唬 全他妈说出来 刘华文这算是神预言了 多年后的某天还真是这样 李李气得扭头就走 刘华文又叫住了她 表示她说也可以 必须准备两万块钱 李李当即就同意了 可等钱锁上门的时候 发现有一屋子打手等着她 李李强装阵地 把钱掏出来 可刘华文却说出这样的话 我告诉你啊 他在广州市公安局 李李见自己被耍 非常生气 下定决心 一定要报复刘华文 这倒也提醒了她 报复刘华文 说不定就会找到刘华强 可自己怎么能全身而退呢 要知道刘华强可是个 有仇必报的人 沉思良久 她找了跟刘华强有车的封标 封标知道刘华强不好惹 当即就要二十万 李李强也没想就同意了 封标拿钱办事 没多久就把刘华文砍了 让李李没想到的是 那一砍 砍得十分严重 人都差点死了 为了交除内心的罪恶感 她假装去医院找刘华强 顺便看看刘华文情况 没想撞见了刘华强的前妻 王素娟 您说您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王素娟不知情 看她是李梅姐姐 还十分友好 但李李又想搞事情了 我妹妹这么跟着刘华强 你不生气吗 男人嘛 没有女人怎么过日子 再说了 我和华强已经离婚了 我也管不了她 不过 你妹妹人不错 真不愧是大哥的女人 后来五天被打死了 李李开始担心 她害怕有一天 自己也会再跟头 于是开始帮助刘华强 顺便把妹妹拉回来 而那些内部消息 就是从那个方列女警那儿得知的 女警托她给妹妹找工作 她就利用人家的信任 打探消息 给刘华强通风报信 徐国庆可气坏了 把你的警惠警仙给我摘来 于是交代的一点不比韩月平少 她还告诉徐国庆 李梅要去打胎 刘华强短时间内 不会离开杭州 徐国庆立马命人 发出全市通缉 并且搜索所有的医院和诊所 李梅还不知道被姐姐卖了 正要出去打胎 金宝 你跟着李梅 定死了 别出什么问题 金宝终于赶到 她孙速已经做完了 正当金宝要进去时 一个警察过来了 金宝赶紧回避 警察拿出一个通缉令 上面正是李梅 但女医生没认出来 光顾着跟警察调情了 这时刚做完手术的男医生也出来了 小诊所卫生真是不行 写字拉护的手术工具 就往那一放 男人在那寒暄 完全没注意到 里面的那个女病人 就是通缉令上面这个 警察走了 男医生还拿起来看了看 还是没认出来 可是金宝杀气腾腾的闯了进来 看到通缉令心里已紧 真怕嫂子被这两人认出 为了掩护嫂子安全 金宝掏出刀威胁两人 李梅在出来时 头发已经被汗水浸尸 连也摆得跟纸一样 金宝把钱往桌上一摔 骑着摩托走了 刘花强看到通缉令 开始不由自主的心慌 他隐约觉得 可能是暴露了什么 为之让他感到慌张 同时得知李梅擅自逗胎 也十分生气 但看着小女人虚弱的样子 只能强压怒火 关于通缉令 刘花强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李梅 于是立即打电话试探 李梅电话一脚 警察立马全员戒备 因为电话来得太突然 徐国庆还没做好充分准备 思考半场后 吩咐李梅 过半个小时再回电话 但是千万别问刘花强在哪 这时地方派出所打来电话 汇报了李梅在诊所迎产的事 徐国庆瞬间做出判断 刘花强短期内 应该不会离开恒舟 毕竟李梅的身体支撑不住 所以他们还有时间 徐国庆一边布置警力 一边让李梅配合 怕要导演一出 完全能骗过刘花强的大戏 你在哪 我在公司 你身边肯定有警察 你胡说什么 内心不强大的 可能已经绝过去 李梅硬撑了下来 但刘花强还没完 他非要让李梅说出办公室的电话 这又怎么可能给 李梅迅速想了个主意 你真是太精了 什么都瞒不过你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找了一个男朋友 徐国庆脸臭的可以 心却在狂跳 万一李梅说了 那刘花强 可就是遥遥无期了 你到底在哪呢 平山 一个宾馆 宾馆总计号码告诉我 呃 那 我得问一下 你等等啊 小姐 徐国庆立马让女警配合 才没让其看出破绽 刘花强又试探问了几个问题 李梅都情愫应对 李梅 千万你别跟我耍话 我听见了吗 你让我害了小梅 也会害了你自己 我知道怎么做 我已经想好了 我会编一个理由 就说 我找了一个男朋友 强子没意识到 自己已经掉进了陷阱 还打给前男试探 警察那边早已做好了准备 与此同时 警察还根据手机信号 锁定了他的地理位置 幸好这边是个大型居民区 警察只能忘了警探 束手无策 强子不知道这些 准备下着回去 没想无意中发现了一件事 他们住的地方 不叫渡村 叫问从 司机还一再强调 是问中捉皮的问 这让刘华强像吃了藏颖一样难受 中国人干啥都讲究极力 这名字也太晦气了 不仅如此 大鹏吃饭还爱一锅端 强哥忧心忡忡 大鹏抱着锅喝完最后一口汤 和金宝一起出发 他们来到猪变生 经常去的滑行池 金宝非常警镇 他让大鹏先进去 自己留在外面观察 没一会儿 人终于来了 但警察也在后面跟着 警察只顾着盯住变生 再一次和罪犯擦肩而过 金宝正犯愁怎么进去 这时正好来了一波客人 金宝赶紧混了进去 俩警察还啥都不知道呢 这叫什么事 咱每天看着他进去花天酒地 看他那副包发布的德行 看着就生气 大鹏已经换好衣服 跟在了目标后面 金在隔壁开了房 金宝也拿出家伙 这时警员突然收到 警察命令 必须把目标控制在事件范围内 刘花强手下还不知道 警察已经进来 就拿着刀 准备跟同伙会合 这时击杀目标被叫了出去 两人还来了 男人出来些电话 得知自己有生命危险后 不仅不怕 还骂警察是神经病 警察没辙了 直接冲了进去 刚才有一个自身公安人 有点沙漠 金宝和大鹏 顿时紧张起来 这还怎么搞 听着目标离得越来越近 俩人赶紧猫到门口 准备寻找下手机会 金宝听着声音 悄悄打开交锋 警察突然过来了 两人犹豫了很久 终究还是没有越塔强杀 朱变生也被警察拽了出去 这次行动 已失败告终 这边刘花强准备 继续试探李莉 他来到一个公用电话亭 电话一响 许国庆立马让李莉接电话 可刚接通 刘花强又挂了 许国庆猜测 刘花强应该还没笑出戒心 这时又一个电话打来 是李莉的女儿孟非 许国庆灵机一动 他准备利用孟非和李梅的关系 设一个局 车上徐国庆发挥口才 给孟非强调了 当前局势的严峻性 我就不跟你斗劝了 你妈妈涉嫌包庇杀人犯 一定被我们逮 你小姨李莉 现在和杀人犯比在一起 两个重磅消息一起袭来 小姑娘半天没缓和劲 但她可是盛长在新中国 长在红旗下的当代女大学生 很快就明白了 其中的恋爱关系 再看到泪眼婆娑的妈妈 孟非当即决定配合警察工作 一起把小姨骗出来 刘花强准备回去了 但刚上车 又想起了躺在医院的弟弟 于是让司机 调头到医院绕一圈 其实这是墙子 在给自己鼓起 用李清的眼光看 现在的情形 绝对不能再动手了 但他用弟弟的伤 逼迫自己 一定要完成武诈 他可是哥哥 这是刘花强的处事哲学 刘花强散发出的杀戏 把女人吓了一跳 这时突然有人敲门 是金宝他们 金宝一进来就点了根烟 金宝觉得十分奇怪 警察就好像知道他们的计划一样 大门开始慌了 本来强哥还不生气 但这句话 直接点燃了他的炸药桶 金宝的一声吼 直接让强哥冷静了甲来 不得不承认 刘花强也开始慌了 他反应过来 刚才的行为的确有些偏激 大鹏被吓坏了 虽然自己也杀过人 可碰上强哥的气场 还是小无间大物 强哥拍拍兄弟肩膀 让他们好好休息 他现在必须找东西冷静一下 强哥颤抖着身体 从茶几下翻出一包东西 帮忙到处来猛的一气 现在精神压力太大 必须靠这种特殊手段 才可以镇定下来 这边徐国庆 正在和李梅的侄女孟非 上一大计 看怎么能把李梅骗出来 孟非年纪小 脑子活 很快就想高一招 虽然他们很有钱 但生活费上 一直把控很严 所以他经常跟小姨要钱 但他还必须变一个 令人幸福的理由 因为李梅刚打完胎 徐国庆猜测 现在打电话 刘花强肯定不让出来 让过两天再打电话 和两天后 等电话再打过去的时候 发现刘花强手机关机了 难不成这个手机 被刘花强丢弃了 就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孟非想起 他还有小姨的呼吸好 刘花强就在床上陪女人 忽然被吓得担起来 谁 菲菲 她怎么会呼你呢 刘花强直觉很准 这的确是警察的一个套 但女人感觉 侄女这么着急 肯定有什么极致 强的 肯定有事 反正他不会呼我 电话是河北师范那边打来的 刘花强十分纠结 现在是特殊时期 一切都要十分谨慎 但又必须顾及李梅的感受 李梅刚剁完胎 情绪不稳 执拗对他又非常重要 肯定不能不理 再说了 万一是李梅那边出事 就不好了 纠结半场 刘花强决定回这个电话 但还不能立即回 他得先观察一会儿 他先去着摩托绕出去 然后又打了辆出疏 让司机绕远走 这边刘花强在暗中等待 那边警察已急不可耐 时间已经过去15分钟 徐国庆让再等5分钟 如果没回就再呼一次 刘花强又接到消息 内容和刚才一样 看来对方的确很急 但刘花强还是准备再观察一会儿 刺激大姐的话 让刘花强放松了一些 可实际情况是 真有警察守在这里 小警员受不了了 进小卖部买了瓶水 徐国庆也等得够呛 双方都在等待 终于刘花强到地方了 警察已经等不住 准备撤离 就在警察离开的时候 电话响了 给人赶紧拐过去 我说强哥啊 咋就是晚几秒也行啊 就这样 刘花强掉进了警察上的圈套 强哥想杀人的心都有了 把人叫出来 就为了这事 但同事也放心了 信号李丽娜便没暴露 你以前给她寄过钱吗 就寄过一次 我姐管菲菲管得太严了 从来都不多给她零花钱 强哥 再给她点吧 咱们这就走了 我也许 再也见不着她了 看李梅说话 带了哭强 强哥还能怎么办 闯呗 但同意之前 他还得再打个电话 确认一下 警察找过你吗 来了 早上去我们单位 谈了半天呢 警察知道 菲菲和小梅的 这种特殊关系吗 我干嘛说这个呀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固着还来不及呢 万一警察要是去 去学校调查她 让她以后怎么做人呢 李莉演技是真好 刘花强被他们母女 骗得团团转 徐国庆一看联系上了 赶紧让把李梅约出来 见面时间到了 警察一行 早早赶到埋伏起来 他们这次不抓人 准备先探探路 不知过了多久 就在他们以为 人不会来的时候 李梅坐着金宝的摩托来了 她给侄女带了两千块 疼惜地拥抱侄女 女孩看小姨 对自己这么好 秋节万分 但最后还是选择隐瞒 金宝摩托一走 警察立马赶上 为了不被发现 他们每到一个路口 都会换车追搜 可能是快到大结局了 金宝一个多小时 都没发现尾巴 根据金宝的摩托位置判断 刘花强 他们应该在四号楼的二单元 为了更好监控 警察还在对面楼上 整了个据点 刘花强他们正等着吃饭 殊不知警察已经锁定了他们 办好了 强哥先来跟烟 没想一看 察觉出不对劲 对面常年没人的屋子 竟挂起了窗帘 而就是这个动作 也让一时摸不清位置的警察看到了 窗方同时警惕起来 刘花强赶紧让兄弟们计备 对面搜了个情况 是不是我都没发现 是不是窗帘引起的 大盆顿时没了食欲 里面也开始瑟瑟发抖 刘花强问 对面之前有没有窗帘 金宝也记不起来了 虽然不知情 但对面那么多窗户 只有一个挂着窗帘 肯定有问题 为了排除隐患 刘花强决定出去看看 他让金宝进去客厅 看看楼下有没有什么动静 但这一切全部落在了警察院里 金宝看看楼下没发现什么异常 其实这会儿两边心里都没谱 徐国庆告诉众人 如果一旦被发现 就立即强攻 为了一防万一 他还打电话叫了援助 因为到了大结局 全部群员都被叫了出来 警察这边已经集合好 准备团战 华翔这边还在勘察敌行 但李梅已经蹦不住了 刘花强知道梅子心态不好 就让他进屋待会儿 但梅子说什么也不听 华翔只能详细把他拽进屋 我和大鹏过去看看 你和金宝在这待着 要是听着枪响 千万别冲动 千万别冲动 警察他们没办法 他们没有你直接参与 你犯罪的证据 什么都没说 你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记住了吧 我们会好好保护你 你爹爹也会救你 不 我不许你死 要死死在一块 死在一块 华翔进趟急了 他不愿意自己的女人 受这份苦 可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 他劝不住女人 强哥只能发火 你没人 救我 等等我回来 安顿好女人 强哥继续指挥作战 他决定再观察一会儿 然后十点钟和大鹏过去 华翔知道 很快时间到了 刘花强拿上家伙 向对面楼里进攻 刘花强怀被条子钉上了 拿着喷嘴去冲了进去 可等到过去一看 竟是三个农民工 这还给刘花强整不讳了 你们在这干什么 你们在干嘛的 小区联防队的 谁让你们住这的 我们那个隔壁楼干活 怎么不开灯啊 灯块坏了 还没安呢 刘花强看了看灯管 确实跟说的一样 总算是松了口气 明天赶快离开啊 说不让睡觉 三个民工被强哥的气场吓坏了 刘花强刚一走 一群警察从外面走了进来 原来这三个农民工 是警察假扮的 刘花强不知道 还给李梅微笑 让他放心 虽然刚才确定了没有问题 但他总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 竹变声他也不打算杀了 准备明天晚上去搬走 可他们已经没有机会了 自从确定了刘花强的处处 警察已经在这里盯了一天一夜 从劲爆的魔头判断 刘花强一行 应该还在房间 据过去的心情 则是无比轻松 因为全身的武警特径 已经全被他调了过来 由于昨天晚上太过刺激 刘花强直接一夜没睡 他不忍心吵醒女人 准备悄悄下去溜个狗 下去之前 刘花强还专门到窗口 张望了一眼 他不知道这看似安静的小区 实则危机四伏 刘花强给狗套上链子 这狗还是他们在半道上捡的呢 不一会儿刘花强走出轮 刘花强出来溜个狗 就把警察们吓了一跳 刘花强还不知道 警察们已经发现了 他的藏身之处 虽然他不知情 但还是边遛狗 边观察周围环境 这是他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 车上的小警察不淡定了 他他妈腰的还在车里啊 那个大魔头 离他就不到20米的距离 刘花强 就在这时 刘花强开始牵着狗 往车这边走 小警察吓得赶紧给枪上膛 糟了 他人在车里呢 眼看大魔王越来越近 小警察赶紧慢慢下火倾斜 在于转眼 刘花强已经来到了跟前 好家伙 一匪一警 此刻就隔着一面车玻璃 小警察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他现在全身绷紧 一丝都不敢松懈 刘花强吊着烟 试图洞察面前的这辆面包车 小警察此时的整个身体 已经完全躺在了车座上 好像没远离一公分 就能更安全一些 看来警察不准备抓活的了 刘花强看了看 扭头走了 警察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刘花强又来了个回首套 强烈的第六感告诉他 这辆车有问题 刘花强见着狗 又绕着车看了一圣 小警察立马把枪举起来 可强哥只是靠在车上 抽起了烟 小警察盯着刘花强的后背 陷入了思考 要不要立功呢 还是算了吧 举国庆也紧张极了 抽完烟 刘花强终于离开 可怕人紧张坏了 警察继续盯紧刘花强 直到确认他上了楼才放心 经过这次的近距离接触 许国庆也不准备打伏击了 还是包园吧 趁着早上十点 居民们都出去上班 警察联合当地区委会 把剩下的人遣散出去 然后下单了 抓捕刘花强一伙 犯罪嫌疑人的命令 各阵仗争够可以的 通道里地面上防眼前 能占人的地方全占满了 特警们飞檐走壁 只未抓了三个人 甚至连火箭筒都搬了过来 这是要谈灭的节奏啊 花强还在沙发上兵目养神 突然一阵敲门声 花强猛的作息 您猜怎么着 人正送上门了 一个外地打工的妇女抱着孩子 来跟刘花强讨水喝 刘花强本没有在意 可以先窗帘 玩犊子啦 就一晚 警察已经把刘花强全面包围 刘花强迅速拉上门 讨水的妇女当人质 警察来了 吵架我 大鹏把妇女按到沙发上 用枪指着 刘花强来到窗口 观察外面警示 警察人多 他们有人质 鹿死谁手 还不一定呢 但大鹏的心态已经崩了 什么给你们干嘛 什么呢 他呢 什么给你们干嘛 这时警察的喇叭声 从窗外响起 喧嚣的话一遍遍响着 犹如死亡的召唤 刘花强他们知道 哪里有什么从情处理 就算主动投降 到头也是个死 看半天僵持不下 许过信准备单独上去看看 他让武装警察站在自己身后 开始发挥嘴顿 看刘花强压根不吃这条 看着六十五主的兄弟 刘花强一手携孩子 一手拿枪 开门跟徐国庆对峙 许过信才不管你说什么 他还在继续攻心 他与刘花强的女儿和李梅当借口 进行劝说 虽然明知这是劝翔 但刘花强还是挺进去了一点 愣了一会儿 他还是选择继续抵抗 刘花强撤回房子 李梅上来就想孩子 因为多过胎的缘故 他对孩子十分疼爱 再加上当前的紧张氛围 李梅开始切丝底里 大鹏彻底崩溃 强哥惊呆了 但他不怪兄弟 可大鹏已经听不进去话 万般无奈之下 强哥将枪口对准了兄弟 李梅吓坏了 又举起了枪 警察还在外面围着 他们进起了内讧 大鹏心态炸了 一口咬上猎枪 眼看僵制不下 强哥按下金宝的枪 把枪口对准自己 强哥护住枪口 大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想引弹自杀 看着强哥眼中的泪花 大鹏终于安静下来 李梅看因为自己拖累了他们 内疚地道起了歉 强哥 我是真心想要那个孩子 可医生是我不行啊 是我兄弟不行啊 强哥终于知道 李梅为什么这么执着要保护孩子 都是在弥补自己的遗憾 他觉得对不起李梅 强哥招了招手 他累了 不想玩了 更不想滥下无辜 金宝和大鹏也尊重强哥的选择 人质走了出去 这个属于刘华强的时代 也到此结束 喜欢的外头帮忙 关注转发 我们下部局再见